看不到裡面了齁 看不到裡面了 哈囉大家好 我容我秋 剛剛看到這個儀表已經完全不行了齁 那這個就是儀表那個貼紙沒有撕下來 然後導致它變成這個樣子啦 那我去網路上查到部分人都說沒救 就是大概花個500以內就可以把這個殼換掉 然後這樣就很正常了 然後膜就不要貼就撕掉就好了 那我就想說要來搶救一下啦 那就順便來幫這台車做一點小保養 就是輪胎灌個氣啊之類的 好啦就是一般的那種拋光方式啊 就來試試看有沒有辦法復活它 這個我已經不想用濕了 用濕的已經完全沒救了 那我就用這個沙子膜 然後用水沙子膜 之後再用電鍍膏 電鍍膏用完之後再用粗蠟膏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先用這個最粗的沙子 好啦那我用沙子跑完一輪了 用最粗的一直到用到這個2000號 就慢慢跑啦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那其實還算是已經看得清楚了啦 對已經看的到裡面 一開始是完全看不到裡面的嘛 但是我發現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你看只要這樣噴 它就會變得超清楚了 我也不知道這原理是什麼 總之那沙子膜完的話呢 那再來就是要來推電鍍膏了 對 好 啊~~ 好 再來就換電鍍膏慢慢推 看效果怎麼樣 一插就有效果有沒有 有插喔 這邊明顯比較亮 這邊明顯比較暗 其實這樣已經很漂亮了啦 但是我想說 連旁邊這個電鍍的地方順便擦一擦好了 那等一下全部擦完之後呢 把它稍微清潔一下就可以來上蠟了 上蠟再繼續推 應該可以更漂亮 欸 其實這樣就已經很漂亮了啦 跟一開始比起來真的差太多了 這些地方還是很不完美就是 好 那我現在就來上最後一層啊 就是粗辣 然後再給它磨一下吧 然後用這個山材水辣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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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亂逼啊 用這個比較好一點的布 擦 OK那上完三材水辣之後呢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還不錯吧 那雖然還是會一點一點一點的啦 但是從第一開始不能用好太多了 那其實最根本的方法 應該是要先把這個磨撕掉 把這個磨撕掉之後再 再上那些電鍍膏啊 辣之類的 但是因為我懶 就乾脆連這個磨一起給它 磨下去了 所以建議大家買新車的話 就直接把這個磨撕掉 不要留到現在這樣才那麼麻煩 那這個磨還是沒撕掉 就把它拋光而已 好 好啦同場加硬時間 就是它這個 左煞車的那個煞車感應開關 極限開關有一點 接觸不了啦 所以我剛剛已經用這個化清劑給它清了一下 然後再拿這個WD-40給它噴一下 然後它這樣就可以正常作動了 那假如說各位沒有化清劑的話 你直接買這種WD-40噴一下就好了啦 不用買這麼大罐買小罐的就便宜 那再來是它的這個碼表線又掉下來 然後不見了 那所以我要再去買一條碼表線回來裝 那這次裝碼表線之後呢 我應該要把它清潔之後 上那個螺絲膠然後上很多 希望它不要再掉 它已經換第三條了 不要再換了 所以它現在儀表算清好 不過還是不會動啦 好那現在就做一些簡單的小幫 就是幫它打打氣之類的 然後因為今天是假日啦 所以可能它的禮拜一才有辦法去買它的毛表線 各位看這個是我之前噴黑的排氣管 還不錯吧 雖然它前面的地方已經開始生鏽啦 不過後面這些地方啊 看起來就沒有那麼誇張的鏽那麼嚴重 看起來是比較好看我覺得 好的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這次主要就是這個儀表物化啊 紙針式的儀表壓克力板物化的話要怎麼處理啊 就是買砂紙然後研磨啦 磨完之後就可以亮亮的了 但是不要指望它能跟新的一樣漂亮 就是可以用而已 如果真的已經黃到不能用的話 用這道其實是非常有效的 那再來就是假如說大家買新車這種 儀表的貼膜趕快去把它撕掉啦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貼膜的話 你建議你去用改裝的 然後定期把它換掉 如果你不換的話 也很有可能跟這個一樣 因為你點在上面拿不下來了 那後面就是一些我整理這台 不補的一些小片段啦 好啦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麻煩留言按讚分享 想看更多機車相關機車相關的影片的話呢 那我們就 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囉 奇怪講了這麼久 結果居然還會講錯 哼 太不應該了吧 不是吧 每一次都 這樣 хоть會問真是 他們都會選出來